嘿嘿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做什么呢 今天我们来打挑战赛 我身为一个打过中期挑战12胜40次的一个玩家 我可以跟你们说我的经验非常的老道 我的胜率非常高 今天我们用什么卡做的 用这套金甲骑士皮卡洋 我们来开始我们的第一把对局 我说这也太丢人了吧 怎么有这么丢人的事情 我好不容易打个6-1 然后想要录个小视频 打个12-1多开心 结果直接6-3了 我的天哪 我受不了这份屈辱 我再来一遍 我再来一遍 然后再来一遍 充满就完事了 我很强的 对面卖我这个金甲骑士 我的天哪 他不该卖的 金甲骑士虽然看起来 身体很薄弱 但是砍塔的时候很快 跟狂暴乔夫一样 砍得剧痛无比 好 这波是对手 滚不滚了一下我的猪 然后我再出一只羊 用羊对空来打起来 这些小蝙蝠 然后看看能不能撞 撞一下 好 撞一下 小骷髅 小骷髅 我这里滚头滚不滚 滚头不想滚 用黄金骑士 黄金骑士 那个扛骷髅的效率很高 不用开技能 所以一会儿看看他出什么牌 然后再看要不要开技能 等着 不要开 好 他是带着这个骷髅爷爷 骷髅爷爷用皮卡超 用大皮卡刺 大皮卡刺 大皮卡 看骷髅爷爷 切菜一样 切小菜一样 切小菜 好 这波怎么办呢 这波看他出什么牌 地狱塔 好 那毒了 进不去了 就这样 耗鞋 幽灵卡一下 然后电法电一电 我觉得这样子也有点亏 但是打这种矿工吧 苦工 谁还是少卖一点 比较好 然后对方 骷髅爷爷 骷髅爷爷 我们用黄金骑士 黄金骑士打骷髅爷爷也很简单 骷髅爷爷还是有点弱的 就算他增强了攻击力也是一样 是吧 黄金骑士你看 一下冲十个 几个几个小骷髅都不够打的 这波开不开技能 开 因为对方 他都危险了 冲到就撞到了 没撞 没撞到 这波读一下 这波读一下 哎呀 这个矿工 矿工挖的 他在预判我的奶奶 我没有出奶奶 他预判了一个季末 我刚才 我根本就没有想要出来奶 这波小猪能不能把它蹭掉 能不能蹭 蹭一下 好 100多 炉药摸一下就可以摸掉了 现在黄金骑士 充一下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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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骷髅爷爷还打不过黄金骑士 骷髅爷爷谁都打不过 天哪 太太弱了吧 骷髅爷爷很好 太好被针对了 我觉得 相较于其他两个英雄 还是需要更加强一点 两费的技能 用黄金骑士 一费的技能 就给他解掉了 就很难受啊 骷髅爷爷 很简单 很简单 就像以往一样 拿下来这场比赛 再可以吧 骷髅爷爷 好,又是骷髅爷爷 为什么你们这么喜欢骷髅爷爷呢 我反录成一个阳琪 我看他出什么 看他出什么 看他出什么 他出了一个电斗 电斗 电斗 哇 他直接就开了 这么两费的技能 招这么点小骷髅 我的天哪 我都听你觉得亏 完全没有用啊 在我皮卡超人面前 这么几个小骷髅 还不够看啊 幽灵这一波的话 应该可以摸一下 摸一下 再来一下 两下啊 摸两下 撞翻了 撞翻了 然后 这个皇家巨人 怎么办 电法得补一张 要不然他直接把我拆了 不好 有点疼 这波要不要冲 要不要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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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 冲 冲一下就300鞋 很壮的呢 你看 这几下啊 黄金骑士 砍了这几下 我的天哪 一半的鞋给他砍掉了 就不知道黄家巨要打几炮才可以 才可以这么壮 好 这波等一下 看看他出什么 对手卖了一个很好的平均鞋 又是骷髅爷爷啊 我这里 哎呀 我的奶奶跟他错开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看他 他也有奶奶 我这波出一个皮卡 皮卡放的有点后面 我得补一张幽灵 这样子 他不开技能 开技能 开技能 也招不出多少骷髅 补一张滚木就可以了 好 黄金骑士 就是 左边 看看他 怎么做 他直接黄家巨慢血来打我 但是没有问题 我有这个扬起 直接锁着他 动不了 然后 冲 冲 冲 一波冲过去 哇 这波打得 这波打得太好了 我的天哪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接下来看他怎么做 他火球砸了一下奶奶 好吧 虽然奶奶 没什么猪过桥 也没什么威胁 他选择他炸我的奶奶 那就尊重他的选择 皮卡 扛他 皮卡扛 然后他开了个技能 两费的技能 招了那么点骷髅 然后滚头滚一滚 然后什么 什么作用都没有 非常的可惜 他这里 还他去 还他去能开几炮吧 我这边好像防不住了 那就不防了 不防了 冲他 冲 冲 冲 他 好 拿下来了 做他慢了都可以 可以 就赢了 这才是 但是 这才是 我应有的实力 对吧 而不是 开局直接 输两场的那种 这么丢人的对局 我都不好意思放出来 太丢人了 那两把我本来可以赢的 但是我 突然脑子瓦脱了 红万费 一定是 一定就是 那个网卡了 我下不出牌 所以我输了 所以我输得很冤枉 所以现在我要再开 再打一遍 洗清我的冤屈 我其实很厉害 是吧 滚头滚一下 看他出什么 武神 武神要是我有神剑的话 就透他 但是没有 我这里出这张皮卡 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 他可能放入精锐搞我 然后黄金骑士应该打破精锐 这波他是个女王 女王我看他怎么办 我看能不能直接 皮卡能不能砍到他 冲一下 好 一刀 两刀砍掉女王 然后我这个黄金骑士应该也进不去了 但是 对手毕竟是女王 女王 没让他直接把我的塔给摸炸 就已经值得开心了 这波哎呀 这个墓园来得好啊 来得好 直接变成养猪场 养猪场 养猪场 哇 蓝胖 不过 你一个蓝胖能奈何得了 我的这么多猪吗 现在我桥头再来个圣骑 圣骑冲他 冲他 蓝胖 你的我的养猪场没有办法 进去了 进去了 哇天哪 这个骑士看的是真的疼 你看他砍砍一些 部队单位的话 没什么干 你看他砍公主塔的话 我的天哪 太疼了吧 砍两台就有三百血 我的天哪 就像公主射了三戒一样 特别快的效率 这波还有六百血 六百血打起来应该很容易了吧 他还是个墓园 我婆婆捏的时候 令他就拿我没办法吧 前面顶个皮卡 他是女王 所以我顶个皮卡 保一下我的洋骑 哦 他是一个蓝胖 蓝胖 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 想冲的话 应该可以冲一下 但是我这里毒药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怕他 我不怕他 我不怕他的墓园 这什么 环境骑士挡一下 然后羊猪场 他这波进攻 有点点 破釜沉舟的感觉 破釜沉舟的感觉 就是女王五费 然后那家墓园五费 他没有其他费 来做更多的操作了 就是 我 我 我防住了之后 他也做不了什么 他这波 蓝胖 攻我的猪 那我打他左路 他滚不了我的羊 然后小墓碑炸了 这波应该是进去了 好 拿下了 非常的easy 非常的easy 是吧 像我这种 这么老练的 12胜 老12胜玩家 打个中继挑战12胜 不是非常的开开心心 轻轻松松吗 好 拿下来这一把 再开一把 再开 奥古斯丁 这个人他叫奥古斯丁 好 开局 看看他出不出牌 他出了一个小黄毛 呸呸呸呸呸 他出了一个哥布林 哥布林 我没什么好出的 我出一个奶奶 女巫 然后奶奶客女巫 这波 出个电法跟他对上 我还不知道他什么卡组 那么 这是墓园吗 我挡一下好了 我用皮卡挡一下 看到他是啥 滚筒 让他保一下盛奇 保一下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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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天哪太强了 这个 如果骷髅爷爷能打过皮卡吗 再来一刀 好 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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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进攻 还吃了对手一堆废 我的天哪太强了 好 再加一个幽灵 看他怎么防 看他怎么防 他女巫 抗一刀 再抗一刀 好 奶奶奶奶跟他对上 看他有没有火球 火球 好吧 好吧 他之前为什么不出火球呢 他之前有火球为什么不出啊 我以为他没有火球 杨琪 他有 哥布林 但是我 他出不出哥布林 他不出哥布林 这不挡不住的呀 骷髅 骷髅爷爷叔叔很低的 挡不住 还有14滴血 毒药毒一下就可以 但是呢 他是个墓园 墓园我不怕 我毒药毒一下就可以了 这是王一点长啥的问题 然后呢 他开了技能 我也开技能 好 完全没有用 为什么你们都这么喜欢王骷髅爷爷呢 你们是觉得骷髅爷爷很强吗 我觉得骷髅爷爷还是有点弱的 尤其是通常黄金骑士或者女王 还是有点偏弱的 我觉得 这波他要怎么办 他要怎么办 这波攻势非常凶猛 黄金骑士出来 然后 然后 开技能 完全打不进来 完全打不进来 我真替骷髅爷爷感到感到惋惜 非常的 明明是骷髅王 却不如 却不如一个 一个 一个黄金骑士 是吧 骷髅帝王 那可是帝王 是吧 冬发起的名字 去打不过黄金骑士 特别丢人 好 拿下这一把 再来一把 再来吧 六剩 六杠铃 这才是我的实力 六杠铃 来 来 这首名字我还没有看清 我就点掉了 好 开局怎么做 开局 开局等一等 等等不然的话我就成一个骑士 这什么东西 野猪 野猪 那我们用女巫婆婆 对上 把猪变成猪 循环利用一下 都是同一批猪 是吧 同一批猪 多盐一会儿 可以多扎干一下他们的价值 好看他怎么出 小骷髅 我等一会儿 我等一会儿再放 这些 不让你激活 你是不是觉得 你是不是觉得 我就像那种满肤一样 开局直接 满脚头开进 不会的 我会等你先出小骷髅 再开机能 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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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我的骑士 他不该卖的 这个黄金骑士 扛很疼的 看嘛 这波 我就骑士过去砍了一下 就 消了那么多血 我的天哪 这波 扬棋挡一挡 然后滚头滚一滚 这皮卡没有跟猪对上 女王 女王要读一读 好 运气好的话 皮卡可以抗一刀 运气好的话 可以抗一刀 一刀 来 好 砍死 它是那个野猪 女王野猪套 女王野猪套 戴小骷髅那套 很火 很火 最近老遇到这套 所以我也 我知道它是什么卡组 玉玲 玉玲 然后这个位置我觉得可以黄金骑士直接冲它 但是呢 我要谨慎一点 我谨慎一点 我其实虽然我带着皮卡 但是我防那个四猪还是不好烦的 几乎每一次都会避掉血 所以谨慎一点 地震震我 三肺直接震我 你有这个胆子 不错 好 这波 等它砍完 然后冲 冲 一二三 好 把女王给解决掉 我的天哪 我自己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既然 她有自己的想法 那就按照她的想法来吧 其实我想让她冲 冲右塔的 结果她 一冲 冲到左塔 然后把女王给她结果掉 我的天哪 这是什么 上过大学的环境骑士 这波怎么样 这波很好 皮卡在杨琪 杨琪锁一锁 然后皮卡砍一砍 非常简单 这个杨琪有自己的想法 没有去撞那个哥布林 这波能不能 能不能 砍爆了 之后再撞 一二三 只有一二 那也可以 赢了 赢了 读一读 easy 非常的easy 黄金骑士 她有自己的想法 你放下她 她自己怎么行动 你也预测不到 但是 总是意外的好结果 是吧 好 再开一把 这波是什么 这波对手不出牌 那么 我 成个骑士 要不成骑士 成一个 成不成 滚动 这是个电车 电车 我觉得电车 我可以用黄金骑士去扛电车的一炮 所以我不会特别怕 我打他 打他用路 黄金骑士 黄金骑士 他怎么不出胖子啊 小皮卡 小皮卡叫胖子 我的天哪 还好 还好 我这次带的是大皮卡 不是超级骑士 大皮卡 扛一个胖子 假小皮卡 没事 轻轻松松 然后走路冲一冲 然后扛几下 哇天哪 一半的他 看没了 黄金骑士还是 不可以卖的呀 他不像普通骑士一样 扛几刀 虽然也很疼 但是可以卖一卖 黄金骑士不一样 黄金的 他是 黄金的呢 他更重一点 所以应该更危险一点 这是什么逻辑 我也不知道 这个 电车 电车 我要把打他的右路 杨琪出掉了五费 少五费来防守 会比较困难 但是呢 怎么办 怎么办 这一波 看他怎么玩 他防不防 他防不防 他防了不防 我的天哪 他防了 他最终还是防了 他不防的话 我就会一直等着 看他献出胖子 献出什么 我这里滚头滚一滚 拉极线尾 把它往回拉一点 完美解皮卡 是吧 非常的细节 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皮卡满血的话 还是可以这么做到的 但是非常困难 这个皮卡被羊骑打了两下 所以会比一般情况下简单很多 恐怖 恐怖电车 恐怖电车 他现在电车跟我皮卡对上了 我才不想跟他对上 我要打他的右路 右路 冲 冲 这个环境其实是没有办法被 是没有办法被打断了 只有在他放技能的瞬间 才可以打断他 他开启技能之后 就不能打断了 这点是一个特点 我不知道是bug还是怎么样 哇天哪 这波好凶啊 哇 给他摸掉了 极线拉一拉 这波应该不够 女巫婆婆补一张 把他变成猪 刚才大意了 左撒没有手好 但是又他跟他晃掉了 所以还可以 他现在要跟我拼 跟我拼 跟我拼 你有这个实力吗 堵掉了 然后 小皮卡会变成猪 然后 为我们的女巫婆婆 多造成了一点点 对不对 帮我们的女巫婆婆 多造成了一点伤害 就冲一下 冲一下 没有什么用 被吃掉了 但是呢 但是呢 他死也要拉一个电背的 把电发给拉走了 哇天哪 黄金其实真的很厉害 很厉害 然后 小骷髅补的不好 因为人家电车已经没了 他应该要补个小皮卡才可以 小皮卡 不是小骷髅 不够的 这不羊猪肠 右边羊猪肠 左边一只羊 你怎么防 这电车怎么回事 刚才看到另一边 冲一冲 哇天哪 太强了吧 把杠零 那么今天先打到这里吧 我肚子 我肚子饿了 我要去吃点东西 再见 拜拜 爱你 拜拜